我有个朋友说 今年高考 想考到你工作的学校 上你的课 咋样 我现在办退休状态了 所以呢 我就教一个计量的 一个留学生的 而且我教课 讲的是计量的东西 跟咱们网上的东西 没有直接关系 所以 我知道有一个 个年轻人 报名到我的课上来 但是他不是擅长 这个计量这种东西 最后他挂了 我提前我的警告他 就说 我对你跟对别人 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我还给他补课了 讲了各种东西 最后他发现 他不愿意 所以他挂了 所以不要以为 因为你是看了 我的B站什么的 我会对你客气 不会的 你对计量不感兴趣 干嘛上我的课呀 那么 网上交流 也许是个好办法 对啊 你完全可以在 网上交流啊 线下交流都可以 但是你想通过上课 好像我课上 我课上就讲计量的 基本上记住东西 没有什么太多的政治 有 比如说 这个统计局里边数据 对吧 到底经济增长速度 反正和计量能挂上钢的 我会用 我也会批判这个主流 这个新自由主义的 这个新古典的经济理论 因为你计量你要建模 你要建模 就是它背后就有世界观 所以呢 就是你建模 你必须懂得 你背后的世界观 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他们有那个就是呢 卡普德格拉斯 那个生产函数 这个是非常荒谬的 它背后理论是非常荒谬的 但是人们就 一个就是做它 所以好多东西 你做计量 它这个模型 本身就隐含着一种世界观 所以我会在这方面 给学生讲讲 但是跟计量没关系的 我不会占用学生的时间